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下雜誌 CSR 頻道總編輯黃昭勇 歡迎大家再度來到天下 ESG Talk 這是第四集也是 2020 年的最後一集 我們要談的是怎麼樣透過 ESG 永續發展 讓台灣可以站上國際 這一集我們的名稱是 ESG 永續 Taiwan Can Help 2020 年全球局勢非常的動盪 我們除了看到疫情的嚴重 更看到最近中美角力的很大的變化 如果沒有意外 拜登應該會成為美國的新總統白宮的新主人 拜登已經強調他會跟中國就氣候議題重新展開合作 這樣子的大環境之下對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台灣可以做些什麼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兩位來賓 在我右手邊第一位是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的副執行長林子倫 主持人黃總編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林副執行長 第二位是國泰投心的總經理張庸川 黃總編 林副執行長各位天下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特別邀請他們兩位來是因為林副執行長 他有多次帶隊跟著NGO組織還有我們的企業 一起在國際氣候的會議現場去為我們發聲 他對於氣候變遷的了解 還有甚至於對於氣候政治的了解 都是我們非常需要了解的部分 那張總經理呢 他不但就是自己的團隊發行了這個ESG的ETF 創造了15萬以上的受益人數 那他的女兒我知道就是 他也把這個瑞典的這個Sundberg 當成自己的典範 所以可以說總經理不但在家庭 在企業裡面都把這個ESG永續 變成他們的DNA 所以特別邀請他一起來跟我們談一談 那首先節目開始 我們就趕快來請這個林副執行來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拜登上台之後 中美如果就這個氣候議題有一些合作 那中國在這個他們新的新一輪的五輪計畫 已經提出就是2060年要達到這個碳中和 中美兩大強權對氣候議題的這個努力 或者接下來的發展 您覺得這個對於世界的氣候變遷相關的作為 還有我們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關鍵的議題 我個人參與聯合國的相關的氣候談判 將近20年 那其實剛好也目睹或是觀察了這20年來 在美中這兩大國的這個氣候的角力 美中的兩大角力其實非常有趣 換句話說我們看到了國內的政治 其實影響了全球的氣候政治 那美中的這個兩大的這個強權 我們看到之前歐巴馬時代 美中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 到川普時代轉成某種程度的相當程度的對立 到現在有可能在拜登的期待又重新開啟另外一輪的對話 但是我覺得情勢已經不太一樣 我覺得美中很難回到歐巴馬時代那樣的一個 那樣的狀態 我覺得現在美中的這樣的角力 在全球的大的戰略佈局上 其實有非常複雜的成分 那當然我覺得氣候跟能源或許是一塊可以開展他們對話的一個 比較相對可能合作的一個領域 中國最近已經宣布他們要在2060年開始達到碳中和 那我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觀察因為在進程上 他們中國現在還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 你要在2060年真的達到真的碳中和那真的挑戰非常巨大 所以我個人的觀察指標是希望在2030年 他這個中長的指標他們認為這個要達到一個peak 所以這個或許在未來10年 如果中國能達到peak 或許我們會對他長程2060年比較有期待 那如果這個30年沒有辦法達到 那我覺得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那我覺得當然美中的戰略合作會非常的關鍵 因為如果像川普現在已經退出巴黎協定了 所以美國現在是退出的狀態 那他們是拜登是宣布說他在 如果他真的進入白宮 他可能第一件事可能就會在這個議題上重返巴黎汽油協定 另外我覺得他很關鍵的他宣布也在2050年要達成碳中和 那國際上對於在2050年這個碳中和的目標 其實已經越來越多的共識 從英國開始最早宣布 那之後現在最近日韓還有歐盟都紛紛宣布這個碳中和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這對美中的這個大的戰略的布局 還有戰略的關係會對我們跟永續跟汽油非常大的影響 拜登的上台我覺得會加速這個進程 因為原來其實在川普時代我們說這是大勢所趨 因為戰略能源跟永續發展基本上都是一個大的趨勢跟方向 這也影響了很多國家跟企業的發展 所以我想要就是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就是說 中國是2030年達到Peak 意思是說他在未來10年他的這個碳排還會再繼續成長 那現在看得到的就是 中國或者是跟美國跟其他先進國家的這個碳中和的時間是晚10年 這個10年的落差有可能會成為就是美中之間在協商或者是要去各自去討論會可能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變數 對我覺得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威權的國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來看我覺得他或許他也經過一定的契算 因為現在還沒有把他詳細的路徑做一些釋放 所以對這2010年我說對我而言 我覺得國際上有不少對這個目標的質疑他到底做不做得到 所以但是我覺得我們看不要看那麼長遠那還有30年40年 所以我說不如我們來看看10年他到底做不做得到 對所以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得到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成就 因為他目前的燃煤還佔了五成以上 那還是全球最大的燃煤發電的國家 他要在這10年內要做這麼大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這個挑戰是非常巨大我不能說不可能 但是事實上這個挑戰非常的巨大 那他如果可以來開始我覺得會對全球這個減量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現在是目前全球排放量最高的國家 那這個會觸動很大的經濟或大的轉型的機會 因為他本身也是目前全球再生能源投資最多的國家 雖然看起來他排放最大可是他投資也最多 所以他的轉型已經開始 那我覺得對中國而言他這個議題不只是經濟上 他其實還有戰略上 因為他的能源安全可能更在意 因為過去美國已經變成現在全球能源的這個產油國了 2018年最大的產油國了 所以他在能源自主上已經往前邁一步 而中國現在反而還要從其他國外進口能源 所以戰車能源的發展其實對他邁向能源自主 其實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我覺得他的重點可能不在減碳 反而是在能源的自主 所以是能源安全的角度讓他在這個減碳上 做這麼積極的往前走 所以他這裡面變成他帶有很深的戰略經濟和環境的意涵 在中國的這個議題上 所以我基本上是比較審慎樂觀來看他這個 因為他從國際安全的角度 這也是非常不得不走的方向 是所以美中兩國都在做非常大的一個調整 不管是2050年還是2060年 那台灣其實就是我們的企業在美國跟中國的這個供應鏈裡面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來就想請就是總經理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在這樣子的調整過程中 台灣怎麼樣在這個全球的供應鏈 特別是中國跟美國之間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那我們在綠色供應鏈上有可能一些 有什麼樣的一些契機呢 對我非常贊成 剛剛林副議長提到的就是說這個 民主黨拜登主政之後 那很可能就是這個重新 這個回到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那在這個就是中美之間 對於這個全球氣候變遷的一個 這個正向的一個影響 這個我們是樂觀其成 不過我們內部的研究是認為這個 不管是這個民主黨拜登當選之後 這個中美兩國在這個所謂貿易戰 科技戰甚至像這個爭奪所謂這個 5G的這個主導話語權上 這是不會改變的 那隨著這個所謂這個就是永續 還有這個綠色供應鏈的崛起 我覺得台灣呢 可以說更是這個應該好好的掌握這樣的一個趨勢 這個再加速的把這個就是市場佔有率 跟市場地位呢來這個鞏固 那我們知道呢今年這個7月啊 就是有這個9家全國這個領導性的企業 包括像是Microsoft 還有像是Nike等等呢 都這個發起所謂的這個 就是這個 Net Zero Alliance 那希望呢在2050年之前呢 推動這個全球主要的企業 都可以達到零禁牌的一個目標 Apple 更是這個率先宣誓說 它在2030年就要達到這個零禁牌 那像是這個Microsoft呢 更是不遑多讓 講到2030它是要負禁牌 所以我想就是說台灣呢 就是長期以來一直就是這個 就是Apple Microsoft Google Facebook 這些大廠的這個主要供應商 那我們呢在這個所謂的ESG 還有這個綠色的一個供應上面 目前呢也這個就是進步非常快 我們也注意到就是 今年有這個耶魯大學 跟哥倫比亞大學 還有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他們合作編制的一個叫做 環境績效指數EPI 台灣今年是退步了17名 相較於2018年 甚至於我們的總分是掉到了57點多 如果用我們傳統的觀念不到60分 叫做不及格的話 那當然就是這個評比非常的多 那台灣的國際處境 也讓我們有時候在評比裡面的資訊 沒有辦法這麼樣的充分揭露 所以特別想來請教一下林副執行長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看待 就是這樣子的一份成績單 還有我們台灣自己怎麼樣來 評我們自己在國際上 或者說我們對於這個地球的貢獻 我們的ESG的分數到底應該怎麼樣來看呢 我覺得這個很關鍵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台灣其實在 在國際的這樣的比較不有利的情勢下 其實在這些國際評比其實 常常往往對我們並不是非常有利 因為在有時候會有一些資訊的落差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我就把它當做一些警惕 像剛剛總編提到的 我們也注意到這些數據其實並不是很漂亮 但是如果從今年這樣剛剛討論到的疫情 其實這剛好也是台灣剛剛一方面可惜則以憂 也就是說台灣在疫情的防範上 目前為止是相當有成效的 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 我們其實我們並沒有享受到 所謂的環境紅利 因為其他國家我們看到很多他們空氣變好 水變乾淨了 因為所有的經濟都停滯了 那台灣大概這半年來 當然前半年其實相對也是很緊張 但後半年相對大家比較一些緩解 所以所有的經濟活動又全部冒起來 所以我們的在一些相關的環境指標上 其實並沒有 除了空氣污染這個部分 其實是有緩解 那溫氏氣其實是下來 但是其實在用電或是其他有一些經濟客觀指標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像國際的 這麼跑到負的或是大量的緩解 所以我覺得在這指標上或許不會太漂亮 但是我覺得就 我覺得我們比較在意是方向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個人走的路 或每個國家的條件不太一樣 因為我常常在講說我們在探國際的 因為國際在算減碳的時候 它其實是算源頭 像我們舉例說剛剛講台積電 台積電大家已經進到非常進步的製程 但那個製程都非常耗電 但是它的所有的耗電要算在台灣頭上 就全球的供應鏈濾化 所以我們必須承擔蠻大的用電的需求 而這裡面就有很大的這些減碳的壓力 那台灣在2018年 我們也根據這個 聯合國在2015年發布的 17項永續發展指標 我們自己也發布了 2018年發布了18項的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自己有一個行動方案 那最近也在這個行動永續也在重新開會 再把這個行動方案做一些檢視 那我們自己是在第18項加了非核家園 所以我們自己其實有一些在自己的路徑跟路程 雖然可能不見得馬上走到一定的路程 我覺得其實在國際上也有考慮各國不同的情境 我會覺得我們其實真的就像今天的主題 台灣Can Help 上我們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那過去可能在這個路徑的轉換或是產業結構 真的是慢了一點 那我最近其實看到一些好的Sign 包含台灣的減碳從2007年 我們是台灣的最高峰 我們的peak其實在2007年就過了 所以現在其實基本上在中間上上下下 今年就會下來 那2025年30年都下來 所以如果以按照這個進程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看看用什麼樣的方式讓這個加速 那另外我覺得其實提到 其實台灣有些城市其實做的不錯 您剛剛有提到城市 我覺得在談ESG或CSR這個部分 其實城市會變得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台灣這幾個城市 就是在國際的這幾個大的屏蔽裡面 台灣城市都在前十名 所以其實也跟台灣的城市排排少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或許 在國家的這個大的指標上 我們比較吃虧 那有一些做的還不夠好 但是我覺得在這幾個城市的首長 在過去幾年有蠻穩定的 都在一定的指標 那我剛剛提到企業應該這幾年也是在領頭 在不管在各項的指標 我覺得國家的部分應該在努力再往前走 那不會有一些我們特殊的情境 這可能是在指標上比較不利的地方 是 所以副指引我剛剛有提到的是 我們的碳排在2007年其實就已經到達一個高峰 那因為很多企業的努力 我們政府公部門的努力 台電的努力 其實讓我們的碳排是逐年是開始往下降 那當然這個真的是一個算是一個蠻好的消息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那從這裡面就是我想請總經理 稍微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碳排減少的一個趨勢 它在投資上可能會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契機 那甚至於是說過去我們知道這個 國際間的信品機構在平一個國家的信用平等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它的經濟啦 然後這個就業的數字這些去看 那他們現在會不會也用這個ESG的相關分數來看一個國家的這個能力呢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經管會主委黃天木 他非常積極在推這個ESG 那其實我隱隱看到他有一個企圖性是 希望現在外資投資台股的比例在40級 也許有一天我們的ESG分數更好的話說不定可以破50 那不知道總經理您怎麼看的 對我想整個台灣這一次在這個就是防疫上的成功 就是讓國際的這個外資非常的肯定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個外資重新回到這個台股 每天都是一百兩百億的這個買超 我們叫做這個外資認錯行情 終於發現說原來這個台灣這個真的是抗疫成功 當然就是說我們台灣就是說在這個吸引外資上面 就是說這個公司的這個就是ESG做得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就是說因為就外資來講的話呢 他主要是買這個上市公司 他不是買政府 所以說目前來講的話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就是上市公司的就是ESG上面呢 都有得到外資很好的一個肯定 我舉例來講像是我們這個 以這個就是國際這個ESG這個權威平等機構 像是這個DJSI 這一次最新公佈的這個就是 道瓊這個永續指數 世界永續指數裡面呢 我們台灣有26家公司入榜 比去年多了三家 那其中呢 又有這個就是日月光 還有泰達電 還有這個統一超 他們是在他們的這個 就是行業別裡面是世界第一名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是很就是驚人的一個成就 那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像是還有另外一個這個也是 就是全世界非常這個就是權威的這個 這個ESG平等機構 MSCI 那它是這個引導最多外資這個 就是資金方向的一個這個機構 那它憑我們這個 台灣的這個就是上市貴公司 像我們舉例來講像這個台積電 是這個AA 像這個就是偽創也是AA 所以說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 這個公司都已經到AA 那我相信再努力一下 這個開始出現AA的公司也是有可能 那重點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上市貴公司 在我們講說不管是這個就是 這個金管會的一個指引之下 還有就是像是這個我們台灣投資人 對ESG做得好的企業的一個 認同的一個力量之下 這都會就是驅動 上市貴公司就是更加積極的把ESG做好 像我舉例來講 我們最近有發了一檔叫做這個 國泰台灣永續高股息的ETF 那就是募到200億 然後就有這個上市貴公司 其實主動就是打電話來問我們說 為什麼他們沒有在這30檔成分股裡面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你什麼地方可能在這個 就是碳牌上面需要再做一些加強 那其實他們就聽了就很努力的回去努力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正向循環 是總經理有提到就是 我們的這個整個國家的信用平等 其實表現得還滿不錯的 那剛才有提到一個有趣的 就是叫做外資的認錯行情 但其實我們也有觀察到就是說 這一波在發展這個離岸風電 或者是再生人員 其實有滿多外商來到台灣 那當然第一方面就是 就是我們有非常大的需求 剛才這個林副執行長提到 就是我們台積電非常先進的製程 但是需要用到很多的電 這個需要我們全國大家一起來支持它 所以整個再生人員的發展 真的是非常的刻不容緩 那在這裡面當然就會產生很多的投資機會 那甚至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將來新的就業機會 那副執行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再生人員 讓國際最驚豔就是速度快 政策明確然後投資到位 那他對我們年輕人 或者說對我們下一個世代 他們可以有一些什麼樣的機會 那這樣子的一個產業發展 對我們國家的 將來的這個第18項的這個非核家園 照理說它應該是會有很大的幫助吧 四年前開始的這一波的 小原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 其實剛好是我覺得也剛好對到的 國際上的一個新的方向 雖然這個轉型一定是辛苦的 就是踏出這一步已經有碰到 台灣有太多的法規 再我們後來處理 所以我們從創能上 比如說剛剛您提到的離岸風電 那這開始其實台灣 我們沒有這個基礎 我們必須承認 所以它必須依賴很多的 國外的這個機會 那我們用了這個所謂FIT 這個綠能的短構制度 這也是從德國當年去發明 然後現在有100多國家引用的 這個再生人員的制度 它讓吸引了很多外資進來 這應該也是近年來最大的 除了這個過去ICT產業之外 最大的一個新的產業進來 我覺得在這三四年的 畢路藍旅 因為它其實真的非常的複雜 它的產業鏈 其實包含你看從這個本身 這個風機的本身 因為它非常巨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工業 它的港口 然後運輸等等 然後甚至海上的工程 每一個都是挑戰了我們過去 所有台灣過去沒有的可能性 它不只是發電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產生 更多的產業效益 接下來我覺得 需要是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 在我看來 就是現在談減碳的 現在世界各國真的Nate Zero 我覺得企業最比較擔心 就是政策不確定 所以如果我們能把這2030年 現在有NDC的目標把它拉進來 然後2050年長遠目標 雖然現在寫進溫管法 但我們希望可能有更積極的目標 如果這個能政策確定 我覺得台灣下一個20年 甚至30年的產業發展 在這綠能上 其實目標非常確定 我覺得現在反而 不用擔心缺電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綠能可能還不夠快的問題 因為現在剛剛提到 現在所有產業都需要綠能 希望在不管是蘋果供應鏈 或是Amazon Google 所有的都希望在百分百的時候 綠能百分百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生能源的供給 變得非常非常的挑戰 台灣我覺得相對來講 我們其實是有蠻多的可能性的 就像剛剛您提到 光電跟風電已經跨出去了 我覺得過去老天說 我們其實台灣是地下人 從沒有天然資源 我們過去是從化石燃料的角度來看 99%的能源進口 可是我覺得如果晃到 再生能源的這個角度來看 老天覺得對我們其實是不錯的 我們其實還有地熱 我們其實還有海洋能 有黑潮 這個都其實都還有很大的潛力 所以我們逐步 從20%的災害能源到30%到50% 甚至到未來現在各國 要慢慢走向百分百的再生能源 我覺得這條路是有可能 當然你就回到您剛剛提的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下一個產業 或是青年世代的新的機會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在這個議題上 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年輕人其實在這裡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 國際舞台的展現的機會 是 我們知道在巴黎氣候峰會之後 其實全球在減碳氣候調適上 做了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這一次等於是COP26 Galasco等於算是延了一年 但台灣其實又有非常多不錯的成績 那從複製營養會跟我們就是 來分享一下就是 接下來在這個COP26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努力 到國際上去發聲 然後向國際界證明 就是我們在這個永續產業 其實或者說永續這個領域 台灣是可以真的來做一點什麼事情 剛才您有特別提到就是 行政院的這個永續會已經 最近有恢復開會 我們前一陣子也看到很多新聞 其實是我們最早發現 就是大概有一年多沒有開這個會了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院裡面現在的想法 就是我們在這個永續這個領域 當然其實我們一直做很多事情 只是說好像沒有開了一個會 那開了這個會之後 接下來到達我們要去這個COP26 做一些發聲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幫助或影響 是我覺得對您剛剛提到 其實開會當然對外展現 好像在這個議題上的重視 那其實在背後 其實已經早就開了無數次的會議 但是當然 但我覺得在台灣這個議題上 我覺得在過去這麼多年的觀察 還有實際的參與 我覺得其實有蠻多可能的機會 包含像這一次台灣的疫情 我們從健康的議題 其實讓國際上看到台灣 在這方面的強健的韌性 其實我們包含很強的能力跟韌性 那我覺得在永續方面 我覺得我們也其實有這樣的韌性 台灣過去其實是一個風險 還有災害非常高的國家 其實我們有颱風 那最近 所以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因為颱風都繞過去沒有進來 所以這個在一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次 所以幾乎沒有一個颱風 也造成台灣現在水情的困境 其實對水利的再生能力也有影響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國際上現在看到極端氣候的風險 台灣現在其實可能不是直接的風災 但是因為它這個風水不來的話 那你可能也會造成另外的旱災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自己面對的挑戰風險 那我們的機會我覺得也是存在的 我一直在期許我們大家自己 說我們台灣可以變成一個 Solution Provider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現在我們在喊這個所謂台灣Can Help 那我覺得我們雖小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 其實有非常多的創造力跟能量 其實不管各界各方面領域的人才 那只是我們在國際的發生的管道 其實能見度相對的不夠 在目前我們其實慢慢 像這次的英國 其實我們也有開啟了很多的 各層次的對話跟他們的大使 然後也很積極希望我們在各領域可以提供經驗 包括剛剛總經理提到了 我們在這次再生能源還有離岸風電 其實是領先亞洲很多國家 所以不管在未來跟很多國家的區域的合作 所以現在歐洲國家或很多歐美國家 都把台灣當作這個重要的據點來做開展 那這都是台灣的一個新的戰略在綠能的機會 那我們可以提供很多的這種 我們覺得說是一個Solution 一個這種方案的輸出 那這背後可能就帶了很多的商機跟機會 對年輕朋友也是帶來一個 一個新的可能的場域 那在國際的這個氣候議題上 我們也可以貢獻一些心力 因為雖然說有些指標對我們比較不利 但是我覺得那裡面當然有很多 內外在結構的條件 但是如果從實際上我覺得 我們可以讓在國際這個Health 這個議題之後 我們可以在永續這個議題上 我們是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那指標只是一個 我們督促我們的一個方向 那我覺得快或慢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像我在學校打分數 我都覺得不用在意分數 因為那個人生很長 或是其實這條路很長 在這裡面少一分多一分其實不在意 只要你那方向態度是對的 那我覺得就往前走 那我覺得在永續這個路上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要先確定這條路是不是對 是不是有設定一個target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有在做這個部分 那慢一點點也是OK的 龜兔賽寶 無歸最後也是贏了 但是重點就是說 你是不是有一個方向往這個方向來走 那我覺得是有很好的機會 我其實最近只是看到其實非常比較雀躍的 就是剛剛總經理提到 過去我們都會期待是公部門要做所有的事情 那我覺得現在看到四部門的展現非常強大的力量 來帶領這個transition 那我覺得非常關鍵 那接下來可能是公民社會也要再來轉動 那如果從政府企業公民都轉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轉型是非常有期待 那當然也是有很多挑戰要大家 要跨域跟協力合作 是副指定長剛剛提的就是我們從這個health 就是健康這個領域然後轉到這個永續這個領域 我們都可以來做一些事情 那也提到這個民間的力量 那接下來就想請總經理來分享一下 我知道就是您的女兒也是非常就是關心這個氣候 那你們自己也是這個例行減碳 就是您自己怎麼看就是師部門包含當然企業啊 像國泰也辦很多跟年輕人一起討論這個氣候的論壇 就是年輕人關心這個氣候的議題 關心永續的議題 除了就是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你覺得他們還可以來做些什麼 那國泰在這方面 或者是您個人可以來協助他們來做些什麼 對我想先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林副寅長提到的 其實這個政府結合這個民間的力量 其實這個是非常驚人的 怎麼樣透過參與一些就是這個相關的一些 就是國際組織來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舉例來講像是我們就是國外投資金 國外景況國外人壽 我們一起都有加入所謂這個AIGCC 叫做這個Asia Investor Group for Climate Change 就是說這個就是亞洲機構投資人這個就是聯盟 for這個氣候變遷 我們就是有Identify就是說這個全世界有這個100多家的這個叫做碳排量這個就是前100名的公司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這個整個這個就是說聯合就是這個世界各地的這個叫做這個資產管理公司的力量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12月10號我們國外景況會舉辦這個我們叫做這個就是這個第四屆的這個氣候變遷論壇 那在這個裡面我們跟這個台北大學重新把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就是投資人包括機構包括就是民售客人投在這個所謂這個永續資產上的這個金融做了一個統計 因為這個這個數字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在包括像剛剛提到的EPI的這些分數上面的一個結果 我們已經六年沒有更新了其實增加非常多 所以有些是因為資料沒有人去統計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台北大學合作我們會在12月10號12月10號我們這個氣候變遷論壇上面把這個數字 像這個就是這個國際機構叫做GSIA就是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ssociation 就是重新登記台灣在這個永續相關的這個投資的金額 其實呢現在台灣整個在所謂這個至少在這個我們叫做這個最近最夯的所謂這個ESG ETF 這個最夯的一個這個就是資產的投資金額上面 現在已經是這個亞洲第二名增長非常的快速 所以其實這些數字呢我們其實都可以就是揭露給這一些國際的一些這個組織讓他們更新 那我相信這個對我們整個這個分數一定會有這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想就是其實我我我女兒啊就是講了一句話我非常感動 我女兒才這個應該講他是高中二年級 他這個Sambler是他的這個偶像 他常常就是督促我說這個爸爸你一定要這個做一些就是就是強而有力的事情 然後呢不然北極熊快要沒有家了 是所以總經理在女兒的督促下做了更有力的一些事情 那那台灣的製造業金融業在ESG這個領域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那剛才副執行長特別提到就是整個台灣其實可以做這個Solution Provider 那最後想要請就是副座再來談一下就是說到今年明年的這個COP26 我知道你也指導非常多的學生 包含像這個台灣青年氣候聯盟他們都到這個會國際上去發聲 那未來的這一段時間我們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想要在國際上幫台灣發聲 你給他們一些什麼建議嗎 對我覺得這也蠻重要 因為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真的是一個世代的議題 它有一個世代正義的議題 那我最近一直在重新在倉議 它本身也變成這個氣候或者也是一個人權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對年輕朋友畫出來就像剛剛總經理的女兒一樣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可喜的我覺得真的 Grey Sander他喚起了這個世代的年輕朋友 在這個議題上的關心 我覺得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這個其實因為氣候變遷的議題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 他們面對的挑戰在二三十年會更艱困 他們面對的情境 所以現在開始把它減緩下來 讓他們獲得一些喘息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今年疫情剛好是一個反省 讓我們停下來看看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 然後我們在很多食衣住行上 是不是有達到永續這樣的一個概念 過去我們一直覺得可能經濟發展就是永續的 可是我覺得那是不平衡 ESG剛好才是一個比較平衡的可能性 所以這對於人跟自然 我們在修補人跟自然的環境的關係 我覺得這今年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覺得延期也未嘗不好 這可能我自己每次還想說 從2005年開始參與 十多年沒有中斷 今年剛好就是剛好往後延 但是我覺得真的給大家一個喘息的機會 停下來想一想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年輕朋友進來其實非常很好 就是說他其實可以找到從自己的 不管是不是真的 不一定真的要念環境的相關領域 就是說其實每個自己 從他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 你是建築師 你是從金融 你是從各類 從現在談食物食品 現在都要談低碳的飲食 所以我覺得你從自己的領域出發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切入的機會 那這裡面你即使解決了小的問題 可能他甚至可能有背後的商機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在這個時候 我們青年可以發揮更多的青年創意 那創意甚至有可能扮演最後 可能有商業的機會跟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就大膽的行動 可能做而言現在開始關心了 我覺得真的要起而行了 因為再不行動可能會來不及 是 再不行動可能會來不及 減碳 綠能 還有永續的發展 是一條漫長的路 那副執行長提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更重要的是 看我們的方向對不對 而不是去在意這些評比的 一分兩分的減少 謝謝兩位的參與 也謝謝CSR的天下的朋友 各位的觀看 永續的發展它是一個 需要不斷去討論 不斷去辯證 然後也需要身體力行 那這邊也再提醒一下 就是12月10號大家可以去參加 國泰的氣候變遷論壇 那今天的相關的節目 我們在CSR的天下的臉書粉絲團 天下的YouTube 還有我們的網站 CSR的天下的網站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也歡迎大家幫我們分享給更多的人 大家一起來為永續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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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